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其他方面呢 英国 法国 德国主要股市在上周五并没有出现像亚洲一样的大涨 相反呢 还轻微下跌了0.1%左右 美国股市呢 三大指数里面两个上涨一个下跌 但是幅度基本上来说都非常之小 可以说呢 忽略不计 那么接着在其他产品上面 黄金价格目前是逼近到了1295附近 虽然说还没有最后冲破 但是呢 距离1300仅仅只有半步之遥 而油价呢 目前也稳定在48块五毛钱附近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再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矿产资源目前持续上涨 带动了澳洲指数 目前将可能迎来升级 我们注意到呢 在过去几周啊 全世界主要的一些有色金属和资源价格 在不断的上涨 那我们关心国内钢铁和能源的朋友呢 应该知道什么这个黑色系 或者说呢 是商品系等等呢 这些国内的股票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之内 都出现了连续的上涨 那很大程度上呢 主要原因第一是来自于呢 在过去的一年 国内多余于一些民企中小企业 是生产污染比较严重的 那些主要的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呢 实施关停并转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国内的很多工业制造品的价格呢 是持价格上升 因为他们的供应量在下降 那加上呢 到今年年底到入冬之前 主要的钢铁厂将会进入现产期 因此他们现在呢 都是加班加点 在24小时的这个生产 这样一来呢 对于资源的消耗量也会大大增加 因此目前短期资源价格呢 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情况 但是不论怎么说 资源价格上涨 对于澳洲的矿产企业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现在不仅仅是铁矿石 包括从铜煤炭 包括铅铅等等 几乎所有的工业金属都出现了上涨 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些价格的上涨直接带动了澳洲矿业股 股票本身价格也出现了反弹 而且是一个全行业范围的上涨 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 澳洲矿业的恢复其实就意味着呢 经济的恢复 虽然我们不知道目前中国对于资源的需求 到底现在是短期的还是一个长期战时的 但是就我本人而言的话呢 只要中国经济目前增长保持在6%以上 那么对于资源的需求就将会也同样保持稳定 虽说它不及金融危机之前那么疯狂 但是呢 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常做常有细水常流 生意做得久才能做得稳 所以说呢 其实现在的澳洲铁矿石生产企业也知道这一点 即便是上额财政年度扭亏为盈 但是现在也并没有开足马力加大产量 相反依然是小心翼翼的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所以说呢 澳洲矿业企业的如果呢 随着这个价格的恢复能够上涨 其实也进一步呢 能够带动到澳洲指数的反弹 我们知道澳洲的指数呢 是发达国家里面最差的 过去的半年一直在梦游状态 磨磨叽叽的连六千点都上不去 更别说金融危机之前最高的六千三百点 那么今年呢 去了两次六千点最后都无功而返 在剩下的三个月中 我相信如果矿业企业目前的价格能够继续上涨 那么对于六千点这个关口 澳洲指数呢将很有可能在第三次得到有效的突破 一旦六千点被打破之后 那么澳洲的股市将有很大的希望能够重新爬上六千三百点 二零零七年的金融危机之前高点 那么今天除了说澳洲这个股市以外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这个A50 我们知道上周五的时候上阵指数创下2016年 这个一月以来的最高价 同样在指数上面我们看到A50价格在上周五 以及今天连续两个大涨 目前已经创出了过去大约是在2016年 差不多就是16年12月份的最高点 再往上其实就已经将要接近了 这个股灾时候的最高点 所以说现在来说呢 这个澳洲中国的A50指数啊 很明显就是一波上扬 在突破了之前的这个关键的阻力价格之后 上方有巨大的空间 我们投资者目前可以严重关注 以上呢就是今天go markets每日财经讲评 那么今天晚上呢并没有重大的消息 因此大家呢不用太过于担心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